菲律宾继续挑衅中国 尤其是在台湾体上 菲律宾驻美大使直接对中国放话 先给美国喊话 美国要阻止中国大陆收复台湾 阻止中国统一 说菲律宾要帮助美国威慑中国 我觉得这是菲律宾的最危险的一个情况 小马克思接任菲律宾总统以后 对华立场和之前的杜特尔特是尖不同的 无底线迎合美国 以让外部势力搅乱南海 咱们讲他其实就要一点小利 咱们中国也不愿意跟他 你说你欺负个乞丐有什么用呢 就是一个高手 武林高手跟一个乞丐打来打去 你即使杀了乞丐无数个嘴巴子 最后人家说你这个梅武德 美国人就看中这点 就让你中国去删这个乞丐嘴巴子 你删吗 你肯定得躲远点 给点钱就完事了 菲律宾就是这位乞丐 但是现在看这哥们说 我要杀你全家 那就是太过分了 不准你统一 中国统一 这就要过分了 就是破坏人家庭和睦 这个实际是为了争取菲律宾利益 但是这个实在是在世界看来 真的是太搞笑了 近期菲律宾驻美国大使 这个叫罗穆尔德兹 极其出格议员 在谈问题上公然挑衅中国 这个我觉得 但凡有点自知之明都不会这么干 为什么 你得有能力挑衅 他是没能力 怎么办 告诉美国 这个乞丐告诉美国 你去阻止他统一 这不就是这个乞丐去 去抱别人大腿 然后破坏别人家 这个东西咱们也没有得罪菲律宾 但是现在看的这个菲律宾 跟中国杠上 这个 这位驻美国大使不就是要饭的吗 咱们说按照菲律宾现在的情况 不就是到美国去要饭吗 这哥们只是丐帮里边的一个 这菲律宾现在真的是有丐帮 这个罗莫尔德兹在接受线上采访时 表示菲律宾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关系 有助于吸引来自美国投资 你看就要钱 这个将美非防务合作 视作两国经济关系 没听错 他把一个经济基础 放在一个防务合作上 说明什么 说明已经不要脸 就是为了要钱 已经不要脸了 我可以卖所有的 我的军事安全都可以卖 就为了这点钱 你看连这个国家国格都不要了 你能想象吗 美非防务合作是美非经济 合作关系的技术 说白了 美国人在菲律宾真的没什么经济 可以合作的 只能从防务这块能谈得进 就建一些军事基地这样 你去过菲律宾都知道 那茅草屋 我也当时震惊了 你说能在21世纪见到茅草屋 普通菲律宾人不就住那茅草屋吗 我一想这风一吹不就没了吗 三只小猪的故事 你哪怕建个砖房也行 而且在马斯克领导之下 美非防务关系较之前 说更平衡 实际就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 美国当下全球头号经济强国 但是按照他现在看 给美国献媚 希望菲律宾能够让美国能够投资菲律宾 以这个所谓的武装菲律宾为基石 哪怕一小 这是他自己讲 哪怕美国分一小块蛋糕给菲律宾 这都是获益无穷的 就按照菲律宾 实际就是乞丐帮乞丐们 真的是恶疯了 我觉得就是这个概念 就看到美国现在 他不了解底层路纪 是中国制造 给美元在增信 所以美元的现在的疯狂的升值 让菲律宾人感觉到 这一小块蛋糕你给我 我都是能吃包包的 实际上是真的恶疯了 所以你说菲律宾小马斯政务 他有什么能力带领菲律宾摆脱贫穷吗 摆脱不了 菲律宾是彻底的就跟中国就是会一样 各个地方的豪强已经把控了 他的飞机 民航业是一个大家族 各种各样的什么 都是一个家族 旅游业是一个家族 他把这个力都分了 普通老百姓就是他们的工具 你这帮老百姓他死活没人管 这就是菲律宾 所以很显然的各个家族 只能通过外部的 咱们说县媚去要点蛋糕吃 这就是丐帮的内部分配逻辑 你让他自己发展是没有可能性的 他这种产媚的表态 为什么带上中国呢 我觉得这个要饭是吧 这个理由 咱们说这个奉旨要饭 是吧 这个理由就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人要对中国 对吧 战略竞争对手 我呢只要跟中国不对付 我就能要来饭 就这套路 从这个小马斯主政以来 美国投资对于这个菲律宾 热情是空前高涨 说会与两国加强防务关系的结果 现在没有看到美国在疯狂投资 菲律宾的经济 只看到美国疯狂投资这个基础设施 尤其是军事 如果抛开这些事实不谈 就光他这个虚伪的吹捧 就是这个大事的吹捧 我觉得这个确实菲律宾 这个要饭本事还非常高 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 已经让人到一种耻笑情况 所有普通人听到 不就耻笑菲律宾吗 咱们普通人是吧 听后不就是要饭呢 你哪怕有点自强 自立 你自己去发展也行 没有 他就希望人家给的蛋糕 22年中国和菲律宾进出口贸易额呢 是877.25亿美元 连续7年 中国成为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 今年1到5月 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总值是307.76亿美元 同比增长4.4% 不出意外 今年还是中国是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 那中国是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 然后你说美国在疯狂投资菲律宾 那在哪呢 实际的例子没有任何 中国相反 中国在疯狂的投资菲律宾 你看这个有趣吧 然后呢 他向美国去要饭 说中国不能统一 这种变相的又向中国去要饭 就是去讹诈中国 不是要饭了 这个要饭去讹诈中国 你不给钱我就在你家门口不走了 这个真的是 这个咱们说有经验 这个菲律宾有经验 中国是菲律宾香蕉菠萝 最大买主 椰子牛油果等等榴莲 美国投资热情在哪 咱们反正看不到 至少数据上没有 他怎么好意思提 舔不支持的提 将防务合作作为经贸关系的及时 这个一个大使 如果能谈出这种话来 我觉得那就真的就是 那个使 那个使 采访期间 这个罗沫尔德兹 还不忘借机炒作谈问题 就似乎在强调菲律宾 这个棋子对美国中央兴 就赶紧给我 我在他们家门口不走了 你看你能给我几个馒头 这菲律宾是美国阻止中国大陆 这是他原话 阻止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 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部分 这个我谈过 确实是关键 他现在给美军的四个基地 不出导弹之后 就封锁了巴尔海峡 现在目前看 中国海军已经放弃 从巴尔海峡前出异岛链 应该是走更安全的 冲绳公国海峡 因为这个区域是琉球的 控制范围内 这个时候日军本土的日军 和美国的基地 中国导弹其实都可以短时间内去打掉的 因为打琉球其实更安全 因为琉球是主权未定 咱们一定要注意 琉球现在没有 它不是一个国家 它是主权未定 是被美国 实际就联合国 这个胜利的这五常 托管的 是美国驻军 然后由胜利的五常托管 但是呢 是管理权现在交给日本 但实际主权未定 那这个时候你对一个主权未定地区 发动任何打击 其实都不会受联合任何的 都没有任何影响 它倒不像乌克兰 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 你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进攻 所以中国两害相比较取其轻 那就是打冲绳 打琉球比打菲律宾 其实要更容易一些 或者说代价更小一些 至少从舆论上看 所以就走公国海峡 因为这一旦受到攻击 一定会将地面上所有的 这些军事装备干掉 那这个琉球一定是 要更有利一些 对于中国 它也更近啊 它也更近 而走巴尔海峡 那就要去攻击菲律宾了 那这个是个主权国家 所以中国现在已经放弃走巴尔海峡 所以他这个大使也很明白 说我们的重要性 但是呢 我觉得这有点不要脸 这是中国的内政啊 他居然是 我觉得这也真的是 敢谈两岸 开战 菲律宾人现在 大谈两岸开战 强调台湾危机可能性 客观存在 两岸有可能爆发 直接冲突 他为了要俩馒头 居然能治 这话都喊着 说白了 这个真是恶风了 他补充说 美国希望菲律宾成为 对于华威慑姿态的一部分 菲律宾所发挥作用 不仅对美国至关重要 对亚太地区民主伙伴 也不容忽视 如果你这个民主啊 这个咱们说 都是以这类药犯形式出现 我觉得这个民主都已经 恶心到极致了 就真的丢人丢到家了 咱们先不说你这个民主 其实这个底层逻辑 实际底层逻辑还是精英政治 但是未来AI以后呢 是去中心化 这个精英有可能真的 就是要被隔了命了 所以他极力的控制 这个AI的发展 但是咱们说 你的所谓的这种民主 只是精英政治当中的一个 咱们说一个小类别 结果呢 他把这个东西扩大化 但是你出现的形式 是以药犯形式出现 这就太恶心了 你哪怕一个 你再传教 也得以一个高大上形式 现在你是以药犯形 你最好不要提民主 丢民主人 菲律宾国内呢 他的外交政策 现在也有人批评 就是为了讨好 美国疏远中国 但是这个美国 驻美国大使 现在明显 他就已经是美国人了 他坚称小马克思政府的 外交政策是正确误的 强调菲律宾正在努力的平衡 中国与美国之间关系 这个就是 我平衡关系 我躺中国家门口 不让你出门 然后呢 那边跟美国要 要馒头 这个很平衡 这个他心理平衡就行 反正只要自己不尴尬 是吧 就可以 呼吁多国 这个都来看 都来围观 就是呼吁 更多国家 都通过我的管道 是吧 来寻求平衡 这是啊 我觉得这个 要给地区注入和平动力 咱们也不知道 这个和平是 反正大家都去到你家门口了 都去到你这个 菲律宾门口 看你这个 在这耍不赖 反正是够平衡的 你的心态很平衡 他的言论 我觉得啊 这个 他应该明白 菲律宾所谓的热衷的平衡数啊 其实就是小人之小人的一种计谋啊 这个咱们知道明显是什么 他要偏向美国啊 实际利用这个机会呢 啊 在中国家门口耍赖 然后呢 向美国讨要好处啊 给自己绑上这么一个啊 所谓平衡啊 和平这个外衣 借此向美国示好 向国际社会要啊 要一些援助啊 非常短时啊 咱们说这都小人的一种啊 一种计量 根据于菲律宾对美国过度依赖的追求啊 根本原因是在这啊 但是他忽略了忽略了这个菲律宾做主权国家的独立精神啊 我觉得我去那个啊 这个盛防了西斯哥吧 就是美国那个西韩那个城市啊 我就见到菲律宾人这个啊 我看到大量的菲律宾人 都是什么呢 都是在那要么抢劫 要么进黑帮啊 我没说错吧 就美国西韩的华人给我跟底溜亚 基本都是在跟墨西哥人混啊 都是跟墨西哥人混啊 就是进黑帮啊 就是这样啊 那哥们我亲眼看到眼珠子被 被一只眼珠子被打爆了 反正都白了啊 瞎了 就黑帮啊 他其实有可能就奔着我的目标 要抢我 所以你说这帮菲律宾人 跟美国人混啊 其实就是 他已经是失去了自主性了 他没有任何生存能力 只能以这种打打杀杀为 为生 就一个普通菲律宾人 二十三联合演习 美国公布的这个盟友呢 就是日本菲律宾 英国加拿大澳大亚 新西兰 日本参与的这个机动的 卫士二十三 这个成文国最多 五眼联盟等等 这个其实都是针对中国 那就是菲律宾其实在配合 把大批的F-35 在日本琉球部署 美国的F-22 对吧 也已经部署到这个 菲律宾的克拉克攻击基地 这一系列演习 其实就是 菲律宾现在 他这个大使能够 放出这种魂话 居然要菲律宾要干涉中国内战 中国也没惯着他 目前解放军的军舰 已经抵达非洲加棚 开始为期四天访问 目前解放军舰队呢 结束对尼日利亚的 这个访问之后呢 在大西洋上进行巡航 战斗巡航 也说解放军也在进行 所谓的这个威慑 你跑到意岛链呢 我就去大西洋 这个进入大西洋之前 在低中海 就已经进行战斗巡航了 解放军舰队 结束亚定湾护航之后 就开始在低中海 大西洋进行战斗巡航 目前整个舰队动态来看 很有可能再继续南下 然后呢 进入好旺角 然后再印度洋 然后再返回中国 这么航行 美国在中国家门口 要原位 解放军呢 就跑到大西洋上 去战斗巡航 那对面就是美洲嘛 所以所谓的这个 咱们说中国就是在向这个 美国 咱们说表现出 中国这种 这个实力 其实也是在警告 这些美国的小弟 主要是这些 菲律宾的这些大使 他们为了这个 讨好美国 他没有向菲律宾老百姓 讲述一些事实 中国也在威慑美国 美国现在也不敢公开 这些信息 他也非常清楚 自己在被中国威慑当中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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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